欧洲台湾研究学会 日前在有欧洲之心之称的布拉格召开第十三届国际研讨会 包括许多欧美学者年轻硕士生都投稿参加 英国亚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罗达菲表示 研究生论坛创办至今 吸引许多学生研究台湾的震惊社会文化 他们的创意观点也丰富所研究的不同面向 一方面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做台湾的教学 那我们的学生多数应该是硕士生 但是他们没办法进去这个会议 因为要很难跟博士生竞争 所以我们就想给他们一个空间 让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初步的研究 那平常他们在这个会议的话 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feedback 就怎么样可以感谢他们研究的架构 所以我们就跟 我们就没有有评论的人 我们就是观众到他们的那个 给他们建议 我刚刚在想 我自己的学生参对过这个 这个寿司这个派遇 应该大概到现在有十分 大概六七年级后来就去念博士了 所以我们就想给他们灵感 再继续练下去了 就是发表他们对他们的研究 对我们的学生参作 希望大家可以感谢 我们的一个读情 我们的解释